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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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音乐故事里 我要讲的也是一个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故事 不过我们今天的这位主人公不是冰雪运动员 而是北京冬奥会雪车雪橇比赛场地 雪游龙的一位建设者 他的名字叫李宗盛 2018年时 李宗盛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担任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项目的总工程师 负责场馆的建设 那年他才29岁 什么是雪车雪橇比赛呢 让我们先去认识一下 结白的冰道上 运动员称作小车高速滑行 飞车而下 雪车雪橇在80公斤 因为整个喷射工作必须连续作业 对体能要求很高 七个多月 200多次现场喷射训练 事件喷射的长度累计超过了三公里 多方选拔严格训练 中国第一批混凝土喷射手由此诞生 雪油龙自2011年10月以来 举办了一系列测试活动 国际雪橇联合会执行主席 克里斯多夫·施卫格 在实际考察后说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场馆的建设设计与自然环境 完美融合